欢迎收睇今集车站任我行 今天带大家来到观塘区一个混合式的车站 雅丽道和牛头角站 雅丽道和牛头角站位于牛头角和观塘道的中间 加上有两个后车的月台 左边近玉殿台的是属于牛头角站 交空轨道下面的就是雅丽道的车站 这两个车站都或有客人辅助线和双建人士专用街砖 这些设施是无障碍设施 每个车站都一定会有 方便不同人士的需要 车站在我轮椅专用的上车位 不受港人制造的座椅 被巴士车长专用的休息室 和巴士公司专用的月票售买机 交通方面 雅丽道车站有13号M巴士去布达村 另一条就是95M去将军澳徐林村 在左边这个月台叫牛头角站 月台前后车有两个巴士站上盖 被多条巴士线作为中途站去使用 方便乘客前往港九新界各地 以下这些巴士路线都是会经过 牛头角站和雅丽道车站的 而另外也有多条专线小巴线使用这个月台作为中途站 去科技大学和九龙湾 还有56号线小巴前往黎晶花园 也有专线小巴线经这个站前往儿童医院 而这个月台也有一条专线小巴线前往尖沙咀 咦 干嘛有只黑猫的 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香港报返商会和一些本地艺术家 进行了一个报纸档活化计划 分别在四个报纸档 摆放一些猫星人的摆设 而亚丽道车站的报纸档 就是其中一个摆放点 大家走过买杂志的时候 记得摆一下它 其实这两个车站为什么不合并成为一个 可以方便乘客识别的名称呢 这个问题等政府部门去想想啦 想看下一集就记得订阅我们啦